第1011章 看着祖龙离开的方向 徐凡嘴角勾着一抹笑意 哎 大哥 你知道龙族培养的妖孽在什么地方吗 那必然是圣龙界 不过那一界很是神秘 应该盘旋在界外之地 大哥有没有兴趣尝一道特殊的菜 消耗了龙族数十万年心血的那种 徐凡话音刚落 地下空间中的三号分身 直接被强大的圣阳之力传送到了神龙界之外 随后划着一只展翅便可遮蔽仙界的金齿大鹏 直接扑下去 一只利爪突破神龙界外壁插入其中 下一刻 两条大圣人级别的祖龙出现在神龙界之外 怒视着这只金齿大鹏 没工夫和你们废话 一道冷峻的声音响起来 两条大圣人级别的祖龙 被遮蔽仙界的金齿挥动着 卷入到了空间风暴之中 利爪刷回来之后 一条祖龙和一条金仙级别的真龙 犹如两条小虫子似的 被金齿大鹏直接抓回来 然后一道由圣阳之力凝聚的传送法阵 出现在金齿大鹏的身下 距离三千界不远的一处混沌迷雾中 一座比神龙界要大上数十倍的世界 正在围着三千界缓缓地运转 而此时 燃烧着圣阳之力的光团出现 金齿大鹏就这么直接扎了进来 引领导中 大朝先主有些激动地说道 兄弟有办法找到那一条妖孽真龙 就问大哥敢不敢吃吧 这有何不敢 据说龙族为了培养这一条妖孽 臣龙几乎用上了全族之力 这要是把那一条妖孽 做成个全龙燕 估计整个龙族都得气得要升天呢 哎呀 如此好玩的事情 我岂能错过 先主话音刚落 两人不远处的一处山谷中 无尽的圣阳之力璀璨闪过 大朝先主瞬间就感觉到了 三股龙族气息 两头祖龙 一头圣人级别 一头准圣级别 最后还带着一只 弱小的金仙级别 徐凡笑眯眯地 指着那条准圣级别的祖龙 这便是龙族耗费十几万年 培养出来的妖孽 兄弟能把他弄醒了 我想看一看 消耗龙族十几万年培养出来的妖孽真龙 能有多厉害 这个好说 葡萄当即创造了一个战斗世界 这妖孽真龙和大朝先主一同被徐凡丢进去 没过多久 大朝先主一脸震撼地出来了 你准圣经级竟然能在我手下顶那么长时间 还好被老弟提前发现了 要不然等他成长起来之后肯定是你我的大敌啊 大哥 运动完了 咱们该开饭了吧 兄弟 就你我两人吃 岂不太寂寞 要不要邀请咱们人族 其他强者 一同共饮 如何 就怕他们不敢呢 兄弟此言诧异 他们人族顶尖强者岂会怕龙族 不信兄弟你现在招呼一声 咱们人族强者 必然是从者如云 那这样 先做全龙夜 等好了之后 广邀人族强者 怎么样 好 万族大会之外 一座庞大的山脉 悬浮在星域中 这是龙族的先天之宝 祖龙山 也是龙族对外的牌面 这是一条大圣人级别的祖龙 正阴晴不定地 看着龙族发来的消息 金池大鹏族 你们坚持是骑龙太善 那可是我龙族十几万年的信息 愤怒的龙吟响彻整片星域 一条仿佛能席卷整个仙气的九爪真龙 出现在妖族的座驾灵宝之前 金池鸟 你给我出来 龙儿 你别给我犯魂 我妖族能怕你们龙族 星域中掀起了空间热潮 一只昆蓬虚影 若隐若现 身形比祖龙还要大上一点 你下边的金池大鹏族做了什么 你心里还不清楚 昆蓬正在疑惑呢 突然 一道异乡传来 紧接着 万族大会这一片地方 响起了一道声音 我引领岛召开全龙宴 特邀人族强者过来品尝 不怕得罪龙族的异族强者 胆子大的也都可以过来 我保管够了 那条祖龙闻到这股异乡之后 当场差点没爆了 巨型的龙尾破开空间 想抽打在隐灵岛之上 可是由混沌之力凝聚的护杖 轻松挡下了 大圣人级别祖龙的抽打 天空中又出现了一只巨型龙爪 再次向着隐灵岛抓来 胸域中 一尊牵手虚相 只用一只手便接下了那只龙爪 隐灵岛的上空 凝聚出了一条祖龙虚影 无尽的毁灭之力 在祖龙虚影的口中吐出来 其中掺杂着 丝丝的混沌毁灭大道 所过之处都化成虚无 成了原本的混沌状态 然而 这道毁灵之力 落到了隐灵岛防护的护照上 就如同火柴燃尽一般 就这么熄灭了 妖族那边 昆蓬已经收到消息 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仅有些幸灾乐祸 黑黑地笑着 看向祖龙 龙二 那一只金翅大鹏肯定是其他族强者 我族的妖圣要有如此实力 还会担心你们龙族 花费十多万年时间培养的那个废物 刚看我族收到了什么情报 圣妖金翅大鹏 强闯你们神龙界 顶着两条大圣龙 抓走了一条正宗祖龙 应该是搜魂找出了你们在界外之地的龙界 我后边的推断 应该是那只金翅大鹏 又跑到了你们的龙界 抓走了你们的心肝小宝贝啊 那大圣人级别的祖龙 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我妖族要有这样的圣妖 要是看不惯你们龙族 不用他 我出手就能把你们龙族灭掉 心肝中弥漫的香味越来越浓 而祖龙的脸色越来越黑 你要是真傻乎乎地中了离间计 那我妖族就给你死磕到底 到时候背后黑手一出面 立马联合灭掉你们龙族 昆蓬眼神阴冷 这番话让祖龙也不敢轻举妄动 你自己好好去想想吧 昆蓬缩小身体 向着隐灵门的方向直接飞去了 龙二 你龙族冒犯我妖族在前 我吃一顿全龙宴 不过分吧 这一千零一十二章 隐灵门 一个身穿青衫的老者 小赫赫地走了进来 我妖族昆蓬 厚着脸皮来蹭一顿全龙宴 不知可否 徐凡立马笑脸相迎 这昆蓬在妖族的地位 相当于人族的园主啊 啊 欢迎前辈 这时 又是一道玩世不恭的声音传来 傻鸟来了 我岂能不到 园主出现在了昆蓬的旁边 傻鸟 好久不见呢 傻子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园主也不在意 笑眯眯地坐下来 黄山和天灭也来了 天灭眨不眨把眼 给徐凡传音 你小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 连龙族的心肝宝贝也套了过来 徐凡赶紧辩驳 哎 天灭前辈 你岂可乱污人家的清白 其他族就算了 本族都想瞒着 现在整个三千界 可以跨如此之远的距离 连同三千界和界外之地传颂的 就那几个 你猜 龙族最后会不会发现你 天灭十分高兴 只要是一族出问题 无论哪一族 他都很高兴 这时 引领岛猛然一阵 一座巨型山脉压下来 正是龙族先天至宝 圣龙山 正在聊天的园主淡淡地看了一眼 星雨中凝聚出一只混沌大手 将那圣龙山一巴掌 扇入到了空间裂缝之中 你龙族之前做过那些龙齿的事情 但我不知道吗 现在趁我心情好 赶紧滚 要不然我不介意 用我养的那几头龙来代替你们 园主那悠然略带霸道的声音 在星雨中响起来 而此时 全龙宴已经烹调完成了 这宴会小世界的气氛更加热烈 无数道由那条准圣祖龙做成的龙族菜肴 由傀儡们带着控制端上餐桌 同时天空中 一条全龙宴菜肴长河正在不停游荡 想吃哪一道 直接从那里边拿就好了 一坛又一坛上好的万年陈尿龙骨酒 被端上餐桌 大朝先主夹了一块龙肉放在嘴里 眼神瞬间就亮了 老爹 你们宗门那两位主兄美十一道的弟子进步 当真是快啊 我感觉他们现在已经不肉于天时金仙玉除了 其他陆续感到的强者 也是纷纷露出了同样的表情 他们没想到 这种东西 居然还能让他们这些圣人大圣人 感到如此的陶醉 口腹之欲 强大如斯啊 杀鸟 这拳龙宴算是代表了我们人族十道的巅峰水平 不错吧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坤鹏看着园主皱着眉头 咱们三千届的名菜中 有一道精鹏之赤 据说吃下后可恶混沌风之大盗 杀鸟 你不如把自己两个翅膀折下来做菜 你吃下之后 说不定可恶透混沌风之大盗 你损伤的只是两个翅膀 它后面还可以再长出来 等到你拿翅膀再成熟之后 再折下来做菜 这样中而复始 混沌圣人之境 岂不就在眼前吗 杀鸟 我跟你两颗玄天果 你试一试行不行 三千届中还有一个传说 吞人足百胜 可称混沌 我感觉这个 可比你说的要靠谱一些 坤鹏用看白痴的眼神 瞪了园主一眼 你咋不说灭掉你们妖族 可称万图大盗 一道无形的屏障 把两个家伙隔绝在外 旁人都不知道 他们在谈论什么 黄山摇着头 随后和天秘碰杯共饮 园主跟昆蓬又掐上了 这一次 估计园主盯上了昆蓬的那双翅膀 可惜 你就别操心这俩大佬的事了 还是多想想后面怎么去那 御天界那里捞好处 随便了 三千界凑够十位大圣人 直接在混沌区开辟连接两界的通道 后边市就是该打打 该杀杀 该抢抢 随便怎么了 黄山想了想把徐帆找了过来 徐神师 走的时候 能不能多给我做点水晶龙脑 家里边的孩子应该喜欢吃 前辈说笑了 在你面前我怎么能当得了神师两个字呢 我现在就派人送点水晶龙脑去太史宗 前辈找人收一下 我也要点 刀摇刀摇 一顿全龙宴之后 来访的强者们都相当满意 主要是离开的时候 礼物拿到手软呀 不过葡萄算了一下 他们都是带着东西来的 按照市场价来算呢 引灵门还转了 宴会结束 无论是内门外门还是腰部成员 都吃得满嘴流油 周身道运控制不住的显化 这都是不过头了 雄力感受着体内的澎湃力量 特别想找人打架 可惜 现在要是在混沌迷雾区域就好了 练体一脉的弟子都有这种感觉 于是乎 雄力在论坛上号召着 大不过头 周身之力无处宣泄 全宗弟子敢不敢建一个大世界 来一场混战 这个提议征得所有人的同意 葡萄也给他们建立了一个大世界 弟子们进来之后 突然感觉仙魂中多了一股圣光之力 宗门先天至宝 圣光殿 可收集本源 融入英灵池中 本体隐落之后 可在英灵池中复活 此混战世界所有弟子皆可尽情出手 无需顾忌 一听到这话 弟子们全都炸了 好家伙 但还说什么 干他不就完了吗 与此同时 徐凡正悠闲地和媳妇散步 她听着汇报 看着直播 不禁笑出来 媳妇 你看这些家伙 都是吃饱了撑的 夫君 我觉得这样挺不错的 在三千界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气氛如此融洽的宗门 也不看看是谁弄的宗门 葡萄声音响起来 主人 你的徒酸剑无极 出现在心域中 是否召回 这小子总算出来了 把他召回来 让我看看 这么多年 他长了多少本事呀 徐凡笑意盈盈 看向了直播镜头 那上面王向池 正好被人围攻 要不是有韩非宇 超级豪华剑阵守护 早就淘汰了 这小子呀 终于开始靠徒弟了 第一千零一十三章 另一边 剑无极刚从秘境出来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宗门 不知道 是否师弟宗门那边怎么样了 这次我得到了 大圣人的传承 并且进行到了 金仙巅峰境界 回宗门后 一定会大展宏图 正当他想着 要去距离最近的仙界 想办法传送到 墓园仙界的时候 一点圣阳之力光芒出现 一道传送门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进入道传送门后 便可回到引铃门 大长老赵剑 剑无极一步踏入 然后瞬间 就来到徐凡的面前 熟悉的感觉 让他觉得 可能又回到秘境中 因为空气中 蕴含着强大的玄黄之气 和鸿蒙紫气 这些年在秘境中 很辛苦吧 听到徐凡的话 剑无极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行礼 拜见师祖 不用行如此大礼 你接受那道圣人大道传承 不知现在有了几分呢 那见到大圣人传承 徒孙只勉强领悟了半分 进入到了金仙巅峰之境 能靠着自己走到这一步 当真是不易 以后好好努力 争取跟上你们师兄弟的步伐 听到徐凡的话 剑无极脸上出现了一抹诧异 不是 什么情况啊 按照他的推算 他这个水平 在宗门至少能排到前一万吧 什么叫跟上师兄弟们的脚步啊 合着这个修为师祖不满意呗 带着满腔的疑惑 剑无极回到洞府中 而这时 会战已经结束了 发现一番之后 弟子们都挺满意的 韩飞宇一出来 就收到了剑无极的消息 无极师弟回来了 一看到韩飞宇 剑无极就懵了 师兄 你进几道大罗境界了 前段时间刚突破 这修为差点跟不上大部队了 韩飞宇高兴地拍着剑无极的肩膀头子 无极师弟 你这说那传承当真是了不得 这才多长时间呀 就已经是惊心巅峰之境了 而且 我关你身上那道剑气息 估计快要摸到大罗胜者之境了吧 还差一点 比不上师兄的大罗胜者境界 剑无极心情复杂 特别惆怅 本来以为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 没想到回来之后 好家伙 当年的小伙伴都发达了 不要惆怅 等你把你的宗门福利领完之后 估计过不了多久啊 就能成为大罗胜者 我现在还是先去拜见师父吧 回来之后就比关 不突破大罗胜者 不出来 另一边 徐凡正笑眯眯地吃着饭 突然 一座黑色的宫殿 缓缓向着引灵门靠来 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主人 天道门来访 哦 太史宗之下的第一宗门 对 天道门位于魔狱中 其自身实力 在魔狱中属最强 看着拜访的架势 来者不善呢 先请进来吧 迎客殿中 徐凡见到了天道门中的 两位大圣人 还有魔狱之主 一身黑袍的魔狱之主 身上散发的混沌魔器 开始渗透周围空间 他非常有兴趣地看着徐凡 有没有兴趣 来魔狱当我魔狱的副魔主 等未来咱们统一三千界后 我分你一半的疆域 徐凡笑着轻轻一抬手 压制住了魔狱之主 周身无意识散发出来的魔器 承蒙魔主看得起 但我引了门无争霸之心 只想安然立于这三千界中 怕是要辜负一片好意了 现在人族但凡有点实力 就想安稳起来 过自己的小日子 咱们人族只要能团结起来 统一这三千界没有问题 徐凡笑着摇头 也不再说什么 这时魔狱之主又换了一个说法 我们此次前来 是想见识一下贵宗门弟子的实力 上一次我见黄山 他竟然说我天道门的弟子 不如你们引灵门 刚好趁万族大会这个时间 咱们碰上了 一定要好好交流一番 交流一番 徐凡摸着下巴 旁边一个身穿黑色道袍的大圣人 顿时说道 两宗弟子交流 当然是有彩头的 我天道门出五件先天领宝 一千件精品后天领宝 作为彩头 既然是这样 我引灵门也出五件先天领宝 一千件精品的后天领宝 作为彩头 徐凡答应下来 当然不是小瞧天道门 而是主要想给弟子们上一堂课 让他们知道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再说了 自从飞出墓园仙界之后 引灵门弟子 已经很久没和别人打过了 我宗门弟子 现在多数正在闭关 两宗弟子互相交流 放到一个月之后 如何 一个月之后 在葡萄临时创建的大世界中 这里有无数的道场 还有一个隐蔽的秘境 虚凡黄山 天灭 还有天道门的两位大圣人 相聚于此 下方已经被分成了一千个空间 用于两宗弟子单对单对决 这时 徐凡有些淡疼地看着黄山 黄山前辈 是你说天道门弟子不如我宗门的吗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相比起天道中的弟子 你们引灵门宗门弟子 的确要强一点 徐凡恨无奈呀 魔狱范围相当于人族来说 只占了不到三分之一 虽然实力不如太史宗 但是选拔弟子的标准 可是一点都不差 他引灵门何德何能啊 徐凡看着黄山 前辈 以后别在这方面提及我们宗门 我们这儿地方小 经不起这种折腾的 徐大神师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 黄山的感觉一向都比较准 你就放心吧 不多时 双方弟子开始入场 两宗门分别都派了五百大罗 五百金仙弟子 没什么规则 不择手段赢得胜利 战斗开始的钟声一响 整个大世界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每一个世界中都爆发出了 各种各样的大道光芒 徐凡只是微微扫了一眼 他这边随机派出来的弟子 大部分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不到一息 六十个战斗世界变黑了 三十七个战斗世界变成了蓝色 黑色就代表天道门胜利 而蓝色代表引灵门 他们一上来就被压制住了 第一千零一十四章 看到这一幕 天道门的一个大圣人 胆然地看着黄山 黄山 以后说话之前 最好先想一想 引灵门的弟子虽然很强 但怎么强得过我天道门呢 你这次带过来的弟子 是不是你们天道门 同境界最优秀的那一批 而引灵门 他们是随机抽选的 听着黄山笑眯眯的话 这大圣人眉头微皱 与其有些不满 徐大长老 看不起我天道门 徐凡联盟说道 哎呀 当然不是了 好不容易遇到了贵宗门 我当然要让宗门弟子们知道 什么叫做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再说了 随机抽选 这比较公平嘛 那大圣人摆了摆手 这场比试完之后 徐大长老可否把贵宗门 各境界最优秀的那批弟子派出来 徐审师 你就派出来 让他们掌掌见识 天面在一旁拱火呢 黄山也说道 对呀 要不然他们还以为我眼光不行 徐凡有些犹豫 哎 这对弟子们来说不公平啊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和顶尖宗门交流的机会 这个好说 这次跟随我宗门前来的有百万名弟子 足以贵宗门的弟子呀 都轮上一遍 此时 大世界之外 园主和魔主 正在另外一方空间中 注视着这里的战斗 我当初就说过 你选拔弟子的方式 完全参照太史宗是不行的 好好的孩子 被你们天道门交得不成样子 园主摇了摇头 你有好师父 而我什么都没有 不先跟着别人学 能怎么办 魔狱之主淡淡地看着园主 不知道怎么交弟子 就在一旁当个吉祥物就好了 直指点点 不伦不类 如果把天道门所有弟子都交给那隐灵门大长老交的话 现在说不定都替代太史宗了 这次万族大会我们联手 把那破碎世界吃下一半 到时候咱们人族就是三千界中最强的种族 魔狱之主先是一愣 随后有些吃惊地看着园主道 我感觉你好像把我的词给呛了 原来一向不关心人族的园主 这次是怎么了 突然有了称霸之心 以前我管不管人族就是那样 我多管或少管一分 对人族整体实力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这一次不一样了 两个破碎的世界 要是能独享其中一半 未能对得起当初的师父面前的承诺了 命运蹉跎呀 你师父要是当初把我收到门下 我敢说现在整个三千界 就没有其他几族的事了 原用这种眼神看我 你要是在我的位置上 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你以为人族一统三千界是这么容易吗 那你把你所知道的东西与我魔狱共享啊 你不愿意承受的由我来 大世界中的某个战斗世界里 雄历正和一位天道门的炼体弟子生死搏杀呢 没有花里湖上的大道法则碰撞 只有最纯粹的力之一道 两尊大罗金身一次又一次的碰撞 爆发出不亚于准胜级别的战斗波动 空间塌陷了一回又一回 化成虚无又在莫名的力量下 开始羞不如初 两人就这么你来我往 往往空间还没拦得及补权又再次破碎了 魔主感慨说道 当真是可惜啊 如果我当初一心走炼体一道的话 现在说不定就能到混沌圣人的境界了 炼体一道虽然是三千界中 晋级混沌圣人最简单的一种 但在此之前 你得想办法成为炼体一道的大圣人 突渡到神魔帝国区域 你敢保证不被发现 不说这些糟心事了 说说联手的事吧 我们联手的话 我魔狱必须占五成 给我个面子 你们魔狱占四成五 要不然我回去没法交代 那这样 半成你私下补给我 也行 不过那世界中的先天至宝以上的灵宝 我太史总要先选 成交 此时下方战斗已经结束了 亮起黑色的战斗世界大概有七成 剩下的才是引灵门的 如果引灵门把最优秀的那一批弟子派出来 应该与天道门不相伯仲 不不不 我以为就跟我们明面上的分城一样 引灵门四成五 天道门五成五 赌一把如何 三件先天灵宝 赌就赌 谁怕谁啊 经过修养之后 第二次战斗再次开始 这一回 葡萄把同境界中 战力最强的一批都选出来 战斗打响 不到一刻时间 并有一百多个世界亮起了光芒 这一回 黑蓝队半分 双方胜负 五五开 徐凡所在的小世界中 天道门的大圣人神情愈发苏目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徐凡则是不禁地点头 在他的预想中 这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那么一丢丢 这时葡萄突然问道 主人 正在战斗的弟子 再询问是否有必要使用开灵系仙术 没有那个必要 唉 权力战斗即可了 别用那种东西 要用的话 会被关小黑污打 遵命 正准备拿这玩意儿当底牌的弟子 听到葡萄的回复之后 都是叹了一口气 随后也知道 又不是生死仇敌 没那个必要 他们爆发出权力 开始疏死一搏 徐大长老 让那些赢的弟子再比试几次 选出前一百名进行奖励 如何 好呀 正有此意 没多久 下方战斗就这么结束了 双方胜负 就是五五之数 大世界之外 元主嘴角微微翘起来 三剑先天宁宝 别忘了 此时 大世界再度变幻 战斗世界 缩减成了五百个 修养好的弟子 又再次投入到战斗之中 这一下 大圣人长老 面色明显认真了 因为他感觉到 背后有些发凉 不用想 魔主肯定生起了 下一刻 空间一阵模糊 魔主出现在徐凡的跟前 欢迎魔主前辈 魔主就这么看着徐凡 突然客气地一拱手 徐大长老 能否把你教弟子的心得 给我说一说 第1015章 徐凡摆了摆手 恭敬地说道 嗨 这有什么心得呀 全靠着弟子们 自觉地努力 天道宗的弟子选拔方式 跟太史宗一样 再加上我天道们 庞大的资源培养 可到现在 同等境界的弟子比试 胜负竟然是五五之数 当真是不可思议啊 徐凡心中吐槽了 这叫什么话 你们家弟子是精挑席选的 难道他们家的 就是大街上随便捡来的呀 另一边 战斗还在继续 部分顶尖战略的弟子 已经褪败出来了 引力门全宗弟子 看着战斗直播 开始沉默不语 突然 雄历问道 葡萄 我想知道天道们的资料 刚才在第二场战斗中 他被天道门的首席给淘汰了 对 我想知道 天道门是什么来历 旁边的张学龄也说了 他也刚刚被淘汰 一道光幕出现在众人面前 上面是天道门的资料 兄弟双拳握紧 看着资料 眼神中燃起了火焰 第二场战斗结束之后 第三场 天道门首席碰到了王玄心 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得益于葡萄加固了周边的空间 两人的战斗只能看到大刀的碰撞 最后 天道门首席 西败于王玄心 这小子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呀 其实你这位徒弟跟太师总有缘 但后便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影响 最后成了你徒弟 徐帆看下黄山 哦 当初命运错乱 黄山前辈就没有追查过原因吗 命运和缘分一样 有就有了 没有 强求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随着第四场战斗开始 战斗形势慢慢发生转变了 引领门赢的场数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剩下的无疑都是宗门战力顶尖之辈 熊丽看着直播再次叹了一口气 不只是感慨自己倒霉 还是悔恨当初没发挥好 最后一场战斗 是王玄心对阵天道门的一位魔修弟子 这位魔修弟子在战斗中 每一回都是刚刚赢过 给人一种错觉 要是对方再强那么一丢丢 赢的肯定不是他 此时 王玄心正认真地看着他 郑主说道 引领门 王玄心 天道门 玄左 而另一边 徐凡看一下魔玉之主 贵宗这位弟子 应该是魔主前辈的亲传吧 是我家不成器的老二 才收到门下没多长时间 三千届魔道之秀 天道玲珑心 魔主这位弟子 当真是了不得呀 我治下的宗门 教弟子不行 总得收一个差不多的徒弟吧 你也不用这样 你这个徒弟啊 也挺不错 能勉强跟玄二碰一碰了 现在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最后一场比赛 就气势来说呢 王玄心要强那么一丁点 身上散发着大罗圣者万道接通的气势 扭去了整个空间 身后还有一轮若隐若现的三千道盘 玄左看着王玄心身后的道盘虚影 眼神中迸发出了强烈的色彩 真羡慕你可以修炼如此之多的大道法则 最关键的是 还可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万般即使道 一道通万法 你不比我弱 三千道盘开始缓缓转动 王玄心周身的气势也开始慢慢发生转变 魔秀我也略懂一点 请指教 下一刻 整个世界完全陷入到了黑暗当中 强大的战斗波动 横扫整片大尖世界 魔主看着下方的战斗 眼神中浮现出了一丝不满 而徐凡 视而点头 视而摇头 黑暗世界中闪过道道亮光 一尊圣日浮现在天空中 随后就是第二尊 一直到第九尊圣日升起来 大世界被圣阳之力的光芒照耀 玄左暴露在九尊圣日之下 身后那尊通天彻地的魔影 开始变得扭曲起来 不是说好了 用魔道切磋吗 这不是切磋完了吗 用魔道 我不是对手 王玄心居高临下地看着玄左 他要是婉转化那么一秒 与其这样 还不如同归于尽呢 随着双方用出最后的底牌 整个战斗大世界 也为之动荡起来 诸多大道和灭日一箭相互纠缠 整个世界化成了一团混沌 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战斗大世界中 只留下了一团黑色的火焰 正在燃烧着 慢慢的这火焰越来越弱 眼看着就要熄灭了 最终还是慢慢凝聚成一道人形 玄左满脸苍白 虚弱的气息还不如一个健康的凡人呢 他看着天空中颜色各异 正像一处慢慢汇聚的光点 窄言笑道 同境界之中 你是我遇到最强的 第1014章 王学新叹了一口气 我输了 你的实力也很强 如果真的要在三千界中生死搏杀 露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一道混沌魔器席卷着两人 把两人传送到了徐凡等人在的秘境中 一看有这么多的大佬在 两人赶忙行礼 魔主笑着说道 不错 能跟我徒弟打成平手 日后三千界顶尖强者 必有你一位 晚辈输了 当不起前辈如此地夸赞 徐凡看了眼王悬心 小秘秘地拿出了六件先天灵宝 不用争了 一人挑一件吧 玄左选了一件 蕴含着混沌魔器的先天魔珠 而王玄心选了一个九龙先天阵盘 魔主说道 剩下的时间 就让两宗的弟子慢慢交流吧 反正距离万族大会还有一段时间 要不这样 反正人族几大顶尖宗门 好不容易聚在一块 就一起交流嘛 这个想法不错 人族顶尖的几大宗门难得聚在一起 就这样 葡萄向周边发了一道广播 顿时 这个战斗世界就成了人族天才们 汇集的重点区域了 一天之后 一座神秘的宫殿 出现在星域之中 宫殿大门缓缓打开 散发出了道道霞光 黄山在徐帆旁边解释说道 此处是三千届大道意志的高度集中之地 在这里进行利益分配或者谈判 必须都要遵守 大圣人也会如此吗 元主 魔主 龙主 妖主级别的高手 走进去确定利益分配之后 也要遵守 各大族的顶尖强者 开始陆续进入到宫殿之中 宫殿内部 无比宽阔的空间 有属于各个种族的地方 徐帆很神奇地 在人族这片区域第一排的位置 找到了属于他气息的椅子 能坐在这里的 无一不是大圣人 只有徐帆一个人例外 现在 徐帆左边是黄山 右边是元主 黄山撑开一个小护盾 开始和元主商讨着一些 万族大户的细节问题 元主 记住咱们这次联合的是妖族 准备瓜分八成的破碎世界 四成半是我们的底线 到时候哪怕跟妖族撕破脸 也要坚持 还有 一会儿魔主说话的时候 你不要插话 最后 在万族大会上 最好不要骂人 听着黄山的叮嘱 元主的表情有些不耐 突然 他好像想到什么 拿出了一架 长有四条手臂的傀儡 递给徐帆 这是我在混沌之地某一个世界中得到的准圣级别傀儡 我想你应该感兴趣 你研究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三千界中炼制出准圣级别的傀儡 徐帆好奇地接过来开始观察 又摇了摇头 唉 能是能 只不过成本有些高 不适合批量创造 徐帆看了一眼 就这么放弃了 现在 引灵门的金仙级别傀儡 已经完全够正常服务的 一会儿 我把炼制的方法 交给黄山前辈 黄山 到时候别忘了 给徐神师酬劳 这时 一道如大道之音般的钟鸣响起来 大家全部安静下来 一道混沌光团出现在大殿的中央 各大种族之主 纷纷向光团射出了一道光 一道光幕出现在大殿之上 上面有关于破碎世界分成的提案 一道光芒闪过全场 光幕中出现了各大种族的名字 还有建议分成的标准 人族名车后面标的是三成 看到这个标准 园主立刻站起来 横扫全场傲然说道 我人族要占六成 谁同意谁反对 妖族的昆蓬站出来 退一步如何 人族和妖族一人一半 龙族上方出现了一条庞大的 九爪金龙虚影 人族三成半 妖族三成半 剩下的我龙族要了 你放屁 给你们龙族脸了 信不信我现在就联合人族和妖族 把你们龙族给灭了 一道庞大的古神虚影 出现在古神族的上空 我们万族联盟不多要 只要其中的一成半 好家伙 整个会场顿时就乱了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来 是否要启用天道斗场 草堂的会场一下安静下来 魔主突然说道 可以啊 我人族这次要独占五成 在此设下擂台 哪一族想要分杯羹 就过来试一试 这时一道灰暗的身影出现 我轮回界只要半成 望各族给个面子 轮回大长老 过来站我人族这边 我分你半成 园主开口了 我人族要站五成五 谁同意谁反对 徐凡有些发懵 这是万族大会 还是菜市场啊 不过 哪方强哪方的优势 就体现出来了 大殿中出现了一百个光团 代表着破碎世界的利益分成 最后那一百个光团 化作流星 飞向了四面八方 抢夺光团 最后光团多者 破碎世界的分成标准越多 强者们一窝蜂地散开 各自去追赶光团 园主和魔主相互对视一眼 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追赶而去了 一道道庞弹的神念散开来 向着周边的一般强者 开始镇压下去 徐凡就看到 天空中的那些圣人级别 一族强者 如下饺子一般 向着大地跌落而去 唉 你们才圣人的实力 我来凑什么热闹呀 徐凡正感慨呢 突然 一道庞大的龙鸭 镇压住了他 龙族的龙主 满脸愤怒地看着徐凡 龙鸭中夹杂着龙主的神念 画成一把利剑 向着徐凡刺了过来 第1017章 看到龙族之主 来找徐凡的麻烦 黄山的身影 一下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徐凡却是笑着摆了摆手 破开龙主的封印 向着某一处方向飞去了 不一会儿 黄山传音道 本来以为我得出手帮一把 看来是我想多了 黄山前辈 以后有机会 我请你吃大圣人级别的龙肉 行 多给我弄一点水晶龙脑 我带回去给孩子吃 行了 分开行动吧 刚才圆主委托我 至少要拿到五个光团 时间紧迫呀 听到徐凡的话 黄山点了点头 去吧 要是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危险 直接呼叫圆主就行 等黄山离开之后 徐凡也不废话 一道命运光轮出现在他的面前 开始推演那一百个光团离开的方向 还有各族强者的动向分布 徐凡选定方向 朝着一个位置飞去了 他所盯取的地方 是万族联盟盯上的一个光团 万族联盟是三千界中 仅次于人族 妖族 古神族的种族大联盟 他们大多是统一 或者几个仙气的小种族 强者众多 但多数处于分散的状态 徐凡来到了光团所在的地方 一层接着一层的混沌大阵 围绕着那个光团形成了一个个的封印 想取走光团 要么强力破开封印 要么顺势解开封印 如果都不行的话 只能等待封印法阵慢慢消散 和众多强者一起抢夺 看着这光团的重重封印 徐凡终于明白 为什么园主会邀请他来参加万族大会了 哼 哎呀 这环环相讨 一套又一套的混沌大阵 整个三千界能破开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呀 万族联盟的两个大圣人级别的强者 一看到徐凡满脸震惊 然后警惕起来 只为要把徐凡逼退在光团的范围之外 万族联盟一向是和各大种族交好 非必要 他们绝对不会发生冲突的 徐凡这类人 他们早就有备案 是属于万万不能招惹的类型 徐凡看着他们 眉头微皱 突然笑出声来 两位前辈 没吃饭吗 怎么力道这么小啊 徐凡说着 挥手甩出了一条混沌符纹长笼 围绕着光团开始旋转 解析外面的混沌法阵 好了 前辈们 此去八万光甲 有一光团只有龙族两个圣人级别的祖龙守护 你们速度快一点 应该就会有希望感到制止他们了 徐凡指着一个方向 一座宏伟的牵手虚像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牵手虚像散发的气息 盖过了两位大圣人的神念 最后一把仿佛可斩破混沌天的巨剑 出现在牵手虚像中 两位大圣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生起了一抹寒意 相互对视一眼之后 其中一人看着徐凡说道 多谢告知 随后 万族联盟的强者就浩浩荡荡 向着徐凡指的方向飞驰而去了 哎呀 一直没机会练手 又可惜了 围绕在光团之外的浮文长龙 已经开始慢慢溶解光团的混沌大阵 不得那混沌大阵自解 光团已经出现在徐凡的手中 嗯 还差四个 徐凡跌跌头 又向着另外一个光团飞去了 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个 由混沌之气凝聚的手掌 冲着徐凡伸了过来 一道伟岸的古神虚影 浮现在远方 目光凛冽地看着徐凡 哼 没想到神主竟然这么看得上我 徐凡微笑着 不等神主答话 就用无数的混沌空间符文包裹自身 消失在了对方的眼前 古神神主明显一愣 他竟然没拦住徐凡 不过他也不敢耽搁 连忙消散不见 去追逐别的光团了 另一边 徐凡破开空间 周身出现了一把巨剑虚影 唉 虎口夺食 当真是不容易啊 现在这方空间壁垒 已经慢慢加强 再这么下去 估计圣人都破不开了 说话间 徐凡见光滑破的空间 正在快速修复 他也不再耽搁 朝着一个方向 直接飞驰出去了 半个月之后 天空中 一道通天彻底的巨剑插下来 几条祖龙血染大地 牵手虚向身后的巨手 有十只手握成拳 对着三条企图重生的祖龙 垂了下来 竖拳砸下 天地一片寂静 徐凡收走了那几条祖龙尸体 转身向着不远处的光团走去了 这是第三个 还有两个就完成任务了 唉 龙主 我这边都已经这么多了 你还不出手吗 徐凡说着话 身后的牵手虚向若隐若现 背后的巨剑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寒气 许久之后 没有回应 徐凡嘴角微抽 你还真是能忍啊 你属无归的呀 得到第一个光团之后 徐凡就开始有选择地 向着龙族强者汇聚的方向飞 一条大圣人级别的祖龙 正带着手下们 向着龙族的聚集点快速飞来 他们已经完成了两个光团任务 只要回来 交给龙主就算是彻底完成了 而徐凡 埋伏在他们回归的路上 牵手虚向手持巨剑 叙事待发 一道又一道混沌剑意 不断地凝聚 眼瞅着祖龙越来越近 徐凡正要斩下这关键的一剑 突然 庞大的龙主虚影 出现在徐凡的上空 对着牵手虚向直接压下来 牵手虚向则是无视天空中的龙主 一道开天之斩 向着几条祖龙 直接斩了下来 第1018章 眼看着徐凡直接莽上来 龙主不怒烦喜 刚想对付徐凡 突然 那剑光转了一个圈 展开一道空间之后 牵手虚向顺势钻了进去 龙主的虚影 一扑而空 大世界某处 徐凡从空间裂缝中飞出来 哎呀 现在只有大圣人级别战力 才可以破开空间了 以后遇到龙主 就有些不好玩了 要不是有这把 先天至宝级别的巨剑 早在十天前 我就逃不掉了 必须换别的方法了 此时 大世界猛然震动起来 起到无比强烈的战斗波动 横扫整片大世界 徐凡感受了一下 这几个顶尖的大佬打起来了 也不知道最后会录死谁手啊 这时 一道声音传遍整个大世界中 人族强者 北极之地集合 徐凡连忙转移方向 向着北极之地飞去了 半年之后 一座庞大的人族宫殿中 徐凡一步踏入 仿佛来到世外桃源一般 只见人族强者三三两两聚在一块 聊天品茶或是小宴饮酒 黄山迎出来 怎么样 拿到几个光团 三个 要不是被龙主盯上 还能再多拿几个 看着徐凡手中的光团 黄山喜笑颜开 徐凡好奇地问 黄山警辈 怎么突然要集合呀 因为元主和魔主 突然找到了去往两界破碎之地的快速方法 无需借助三千界大圣人和天道意志之力 开辟两界之道 所以说 我们人族要独吞那两个破碎世界了 对 不过这需要咱们全人族所有强者合力而行 才能独吞两个破碎世界 走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还不认识的人族强者 徐凡举行拳龙宴的时候 人族强者没有来拳 所以黄山要带着徐凡认识人族剩下的强者 此时黄山指着两人对徐凡介绍道 这位是天鼎商会之主 另外一位是天运商会 想必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 久仰久仰 早就久仰两位的大名了 天鼎商会之主说道 上次徐大长老的全龙宴 我商会只去了一个代表 我有事物缠身去不了 当真是可惜啊 天运商会之主说道 我也是 要不然一定会与徐大长老畅饮几杯 人族另外几大商会之主也凑上来了 不管有没有联系 都对徐凡表示出了好感 不一会儿 园主的声音响了起来 众人都朝着大殿深处的核心宫殿走去了 这次召集你们来 是我和魔主想到了 去往那破碎世界的方法 但是想要提前三千界众族到达破碎世界 需要付出三件玄黄之宝 我太史宗和魔狱各处一件 至于剩下的玄黄之宝 就需要你们凑一凑了 一名商会之主站起来 恭敬地说道 园主 我想知道什么方法 必须要付出三件玄黄之宝 魔主在蛮兽神魔帝国 认识一位混沌圣人几杯的神魔 刚好镇守那一片神魔区域的天路 而那三件玄黄之宝 这是咱们来往的过路费 园主说完 看向几个商会之主 人族顶尖商会是一个大联盟 共用着一件玄黄之宝 园主 万界之门对我们几大商会很重要 园主又看了看徐凡 徐凡淡淡地摇头 怎么可能会出卖徒尊呢 他知道 太史宗肯定明白 韩非宇身上有件质宝 只不过不确定是玄黄之宝 还是鸿蒙之宝 园主又看向另外几个人族强者 全部都表示 哪怕是放弃分城 也不愿拿出玄黄之宝 拿出玄黄之宝者 能在最后所有战利品中 投批挑选一件玄黄之宝 如果同破碎世界 所收取到的玄黄之宝超过十件 可得两件之数 园主的这番话 让其他几个大势力之主动摇起来 不多时 一个仙朝之主站起来 表示他愿意出这件玄黄之宝 好 三件玄黄之宝已经凑齐 园主看向天空 突然说道 我仁族 退出分城 一道红光笼罩住了仁族宫殿 然后便传送回了万族大会之外 正当仁族宫殿中的各大强者 要商讨具体事件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弱弱地问 怎么以前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因为那是魔狱之主的 园主兴致勃勃地 开始介绍着魔狱之主 和那位混沌圣人神魔的 爱恨纠缠 魔主在一旁黑着脸 而所有仁族强者呢 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仿佛吃到了惊天大瓜似的 好家伙 大家对魔主肃然起敬 果然是个恨人啊 为了寻求 尽几位混沌圣人的方法 居然能对混沌神魔下手 哎呀 这份坚定 这份韧性 舍他其谁 会议很快结束了 徐凡占得了破碎世界 4%的份额 所需要做的就是 作为三千届的顶级阵法神师 给仁族提供帮助 黄山给了徐凡一个空间掀器 里面装着三枚直径 五千丈方圆的 鸿蒙紫气水晶 这是黄山卖的光团价格 嗯 还不错嘛 总算是没有白跑一趟啊 这才是小头 等到咱们仁族 吞下那两个破碎世界之后 咱们仁族和你们宗们 都能一飞冲天 前辈 既然那两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好处 那些神魔帝国和其他世界的强者 会不会出手 流浪在神魔帝国外的那些 不入流的圣人级别神魔 还有可能 至于其他世界的强者 估计赶过来 也都只剩下残羹剩饭了 哪怕是及时赶到 能去打架 只要不是混沌圣人级别的强者出手 咱们的圆主还没怕过谁 回去准备一下 十日之后 圆主和魔狱之主 会带着人族强者 去神魔天路 你去的时候 也可以把你宗门带上 可以在那破碎世界 弄一些先天级别灵宝以下的东西 啊 原来是这样 那我知道了 多谢前辈 第一千零一十九章 回到引力门之后 张维云静静地听着徐凡 讲述着万族大会的见闻 夫君 这么说咱们十天后 还需要跟着圆主 去混沌之地吗 啊 在三千姐中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大师姐遇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姻缘 三年之后 举行道旅结成仪式 啊 没事 你可以留下来 去万青岛待上一段时间 好好陪陪你的师姐师妹们 但是我更想陪着夫君 一起去那个破碎世界看看 既然这样 我传你一门混沌分身大法 在三千姐中留下一句分身 备好贺礼 到时候就可以去参加 你大师姐的道理结成仪式了 哦 对了 你大师姐的道理是谁啊 有幸能被她看上 是太史宗的一位内门准圣弟子 其实力仅次于这一届的首席 两人算是一见钟情 这时 引领岛上想起了一道清脆的凤鸣 一头清雨神凤 挥舞着华丽的翅膀 向着张维云飞来 嘴中叼着由鸿蒙紫棋水晶 雕刻而成的情茧 这神凤轻盈地落在徐凡的小院中 叼着情茧来到了张维云的身旁 轻轻放到了张维云的手中 葡萄 给这只清雨神凤 开一条便利通道 徐凡在万青岛游玩的时候 见过这只清雨神凤 当时还雕过了一颗 相当珍贵的鲜果给他 对于张维云的命令 徐凡并没什么不可 清雨神凤表示感谢之后 就这么离开了 媳妇 你先去宗门宝库挑选贺礼的礼物 我让葡萄给你开一个时间加速实践 争取在十日内 把混沌翻身大盗 修炼至小城如何 张维云点了点头 把手覆盖到了那团混沌光团上 徐凡笑眯眯地说道 这里有为父的一丝混沌大盗感悟 足够把混沌分身修炼到小城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再给你加 张维云点了点头 向着宝库的方向飞去了 葡萄 把那两个快活的分身给我叫回来 去混沌之地 不能没有他们呢 遵命主人 此时 一处人族繁华的仙界之内 一艘庞大豪华的行舟 漂浮在云端 正在周游着整个仙界 行舟之内 一号和二号 正在甲板上晒着太阳 这才是生活 好想一直都这样 周游各大仙界 看秀灵淫欲之仙女 品仙界特色美食 一号 你说这种好日子 能一直持续下去吗 二号分身张了张嘴 旁边早有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 投入了一块切好的仙国 一号分身摇头晃脑道 我估计还悬一点 等本体啥时候成为了混沌大圣人后 咱们才能够真正的无视逍遥 这时 天空上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圣阳之力 行舟必经之路上 被刻下了一个传送阵 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主人呼唤一号二号回归族门 一号二号起身 把整个行舟收进了仙气空间中 踏上了传送阵 主风前的花园中 徐凡看着两人说道 过几天马上要去那个破碎世界了 你们要多练制一些有用的灵宝和傀儡 等到了那边 主要寻找先天级别灵宝以下的宝贝 这个好说 休息了好长时间 我们也应该动他动他了 行了 宗门能不能大捞一笔 就看你们的了 十天之后 万青岛之外 张维云的混沌分身 挥手与引领岛道别 一艘先天至宝级别的人族宫殿 带领着一群灵宝级别的座舰 在混沌区域中快速穿梭 徐凡看着前方那一群先天至宝座舰 又转头看了看引领岛 唉 不愧是人族顶尖势力 一个个都是先天至宝 不到 把圣光殿拿出来 咱不能丢人呢 虽然以引领岛的速度 并不比那些大势力的先天至宝慢 可徐凡就是要个面 一座巨型闪烁着圣光的宫殿 把引领岛收入其中 先天至宝圣光殿 跟随着人族众多宫殿前进 园主发现这一幕 呵呵笑道 我就是说 那小子不可能 连一件先天至宝都拿不出来 原本想送他一件先天至宝当作家 现在有了就算了 你这时候再给已经没啥用了 仅上添花而已 真要给 直接上玄黄至宝 这样效果还好一点 还有 一会儿见到你老相好 想好怎么说了吗 别跟我说这个 很快 人族宫殿所在的混沌迷雾区 某一个方向开始亮出了光芒 仿佛一盏在迷雾中的明灯一般 下一顺 人族宫殿穿过了迷雾 出现在了一处 被各种混沌守护大阵缠绕的巨型光柱之外 原主略带调侃的声音 从这里响了起来 徐大神师 这剩下的就看你了 只要能闯进蛮兽神魔帝国的天路 魔主才能联系到他的老相好 徐凡看着这条不知道连绵多少亿万光甲的光柱 又看了看外面的守护封印阵法 诶 诸位前辈需要稍等一会儿 我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不愧是三千届最强的阵法神师 上次我魔狱的阵法神师说 想要解开至少需要十万年呢 这也不能怪那些阵法神师啊 是他们的混沌符文储备不够 所以他们解不开这混沌大阵的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去周边猎杀几只混沌巨兽 看看有没有机缘获得什么宝贝 魔主 您在这里守候就行了 园主说完 便破开空间离开了 其他强者也纷纷各自离开 去周边看看 有没有可能搞到一些鸿蒙紫气水晶 徐凡想了想 也吩咐道 不答 签定一个范围 让弟子们活动活动 第1020章 银龙门弟子得知可以活动之后 三五成群组成混沌巨人战阵 向着混沌迷雾中进发 此时 一尊身上凝聚着剑意的混沌巨人 兴冲冲地冲向了某个方向 剑无极说道 师兄 这一次 一定要带我狩猎一番混沌巨兽 我在那秘境之中 近万年 全都在仓物见到 一直没有动手的机会 放心 这次师兄带你去狩猎准胜级别的混沌巨兽 韩飞宇笑着吩咐道 葡萄 帮我定位一只准胜级别的混沌巨兽 好的 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随后混沌巨人远处出现了一个箭头 指引他们找到了一只准胜级别的混沌巨兽 来吧 让你见识一下 宗门混沌巨人战阵的威力 一道庞大的混沌剑阵声起来 不多时 笼罩住了那只准胜级别的巨兽 展开了绞杀 没过多久 那头巨兽便被灭于剑阵之下 随后 道道法阵 把巨兽的尸体包围起来 开始提取核心 韩飞宇笑着说道 这是你组成混沌巨人战列兽阵的第一个巨兽 这鸿蒙紫细水晶留给你做个纪念 多谢师兄 在距离混沌巨人不远处 有两个来自三千届顶尖宗门的大圣人 正两眼眼巴巴地盯着混沌巨人 眼神中的羡慕根本不加掩饰 这混沌巨人战阵 当真是如传闻一般的使用 可惜这个战阵 无论是引灵门还是太史宗 都不外传 这混沌巨人战阵 你没有个一万丈方圆的鸿蒙紫细水晶 想都不要想 他们都看出来了 引灵门的弟子凭借着这个战阵 一个个都收获肥浅 这时候随便拉出来一批 都比他们这些准圣甚至圣人还要有钱呢 有商会放出消息来 说引灵门中有一种战阵 200个金仙便可拥有大罗圣者的威力 200个大罗便可拥有准圣级别的战力 这一下好家伙 人族各大势力一下就盯上了 银内门的混沌巨人战阵 不过这事呢 也已经发生很久了 当时徐凡还没有回来 这种绝密的东西 徐刚他们是不可能出手的 就在两位大圣人说话时 一头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 突然从空间中破出来 向着那满身建议的混沌巨人扑来 正当两名大圣人要出手相助时 那混沌巨兽周边 亮起了数以百计的传送阵 数百个混沌巨人 一下出现在他的身旁 眼神相当的兴奋 对于引灵门的弟子而言 这是什么混沌巨兽啊 这就是圣燕 参与到猎杀盛宴活动中 那他们赚一个圣人级别的巨兽的钱 总比十只准圣级别的要多得多吧 更加难得的是 宗门师兄弟们可以一起齐心合力 没有老六的干扰 可以尽情地战斗 下一刻 二十多尊炼体混沌巨人 组合成为三三战阵 对着巨兽就冲上去了 而见到先术一道的混沌巨人 在一旁助攻 几十尊混沌巨人 在更远的方向节阵施展 威力更加庞大的混沌本源仙术 这熟练的配合 让一旁观战的人族大圣人们 眼睛都有些红了 他们当然看得出来 战阵中每个人的实力 这要是放在以前 但凡有人跟他们说大罗圣者聚在一块可以屠杀圣人 他们就完全当个笑话 可看看现在吧 引灵门这战斗方式颠覆了他们的三观呢 他们甚至能够推演出来 哪怕是三千界的圣人强者 在这种围攻之下 最终也只能隐恨了 一股恐怖的风暴 被十几尊混沌巨人结阵使出来 同时迷雾中钻出无数条链条 如巨蛇一般向着混沌巨兽盘旋而来 一层又一层的链条 直锁住了混沌巨兽片刻 可是这点时间已经够了 混沌空间风暴 在控制之下出现在巨兽的眼前 巨兽还没来得及挣扎 便被卷入到风暴之中 数百个混沌巨人同时施加神念 伴随着巨兽一声不甘的怒吼 混沌空间风暴消散 只留下了圣人级别的混沌巨兽核心 在法阵提取之下 不到三丈方圆的鸿蒙紫旗水晶出现 被传送到了引灵门的宝库中 一道庞大的集体传送阵 让所有巨人又向着其他地方开始传送了 几位大圣人看着这一幕 他们都傻眼了 虽说这东西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太大的威胁 可如果那些弟子都尽急为准圣甚至圣人呢 到时候在组成的战争 是不是就可以屠杀大圣人级别的强者了 不是没那个可能啊 我估计再评估一下 这样的话 三万丈方圆的鸿蒙紫旗水晶 几位前辈合伙的话 那就是六万丈 听到组分的价格 几个大圣人暗中商量了一番 一个大圣人点了点头 等破碎世界收获之后 我们再交易如何 好 但是参与此事的势力不能超过五家 这个数量是葡萄菇钻出来的 事后还能再卖给其他势力两回 价格商定完成之后 停靠在不远处的圣光店 突然亮起了强烈的圣阳之力光芒 身后一道超巨型的圣阳之力光芒 由那里面射出来 扎入空间之后 不知去往何方 那几位大圣人感受着这道光芒的力量 面色都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这玩意儿 已经能威胁到他们这些大圣人的本源了 一个大圣人忍不住问道 徐大长老 那一道圣阳之力光芒 好家伙啊 要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被来上这么一发 估计要想疗伤完成 然后在三千界星域中复活 至少需要数亿年的时间 恐怖如斯啊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